我要怎麼介紹 能拿600萬塊給我媽媽 57歲婦人虛弱坐著輪椅 緊急送醫開刀成了她最後身影 因為18號早上 打完疫苗隔三天死亡 捷報發現竟然是靜脈血栓 我打疫苗幹嘛 我打了火若 我看我媽去 我不知道怎麼辦 開刀了 我才送家戶第三天 她聽了一句話出來 我怎麼要打 我媽就已經這樣了 她們也要抱個歉吧 你們自己的風險 主要什麼都是在病人的身上 相驗結果出現相同副作用 症狀血栓 讓女兒好激動 再也不相信AZ疫苗 嘉義施打疫苗兩例死亡個案 八十九歲老汪有慢性腎衰結病史 出判死因跟打疫苗 沒有直接關聯 但這名57歲 洗顫婦人 接種後隔三天死亡 檢方二十五號解剖相驗 發現婦人有靜脈血栓症狀 懷疑是不是AZ疫苗造成 其實她看起來是有多重的病因 靜脈血栓的事件 幾乎都不會在打完疫苗的隔天 會發生 指揮中心初步判定 可能是婦人身上有多重慢性病造成 但還是要等最後結果出爐 不過家屬要問的是 就算有多重慢性病 平時都好好的 偏偏打完疫苗隔幾天就出事 完全無法接受 記者紅棟王書宏 嘉義報導 請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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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